那我想请邱医师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如果从国外的研究来看 快速减重其实不会不好 还是其实说减重就是一件好事 不论是快速跟慢速其实都OK 对这里就谈到科学实证 对对对 我最喜欢讲科学实证 我不要喜欢说网络文章随便收集 就随便讲 一定要找人家有真正针对这个问题 他设计一个实验来解答这个问题 这种医学论文是最好的 那就你就谈到2018年就有医学论文了 研究说快速减重跟慢速减重 到底对于我们的身体组成 身体组成是看看你的肌肉量 有没有减少 还有那个带肠机制 就身体会产生什么变化来做研究 什么叫快速减重 什么叫慢速减重 他把它分两组 快速减重就是我同样你要 假设你已经很说不需要减重 假设我要减重了 要减5公斤 那快速减重的人就是5公斤呢 一个礼拜完成一个月完成四周完成 那慢速减重那你慢慢减 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减掉5公斤是不是刚好一半 所以快速减重跟慢速减重 减的重量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快的人时间一半 慢的人时间一倍 那在这个减重的过程当中 以及减重之前之后 都给他侦测啊 侦测他的体组成 还有身体的一些抽血的变化 结果发现什么 发现啊这个快速减重组 就是一周一个月达成 减重目标的这一组呢 他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他呢 这个瘦肉组织真的是减的比较多 就是心脏代谢有比较降 再来呢他的体身体的脂肪降低的比较少 对就是慢慢减的人呢 他比较不会影响那个肌肉量 然后呢脂肪的量减的比较多 好这个是在减重的过程 但是呢他有追踪了以后 达到目标之后再隔一个月 再去验这两组 他们的身体组成跟身体的变化 就发生什么 一样一模一样 就是达到稳定以后两组没有差别 那对健康的影响两组一样 所以这边就是给观众朋友提供一个 科学验证的结果 就是说即便快速减重组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他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他脂肪量减的少 肌肉量耗损的多 但是呢稳定之后啊 其实健康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对所以你要讲脂肪就是 对有人常讲说邱医师你不要讲减肥啦 因为减肥好像对肥胖的人 有歧视的感觉 你要讲减重 我说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减重 这把体重降低就叫减重 可是我们对健康危害的是脂肪 所以我们要减油减肥 所以我们应该讲减肥 而不是减重 对不对 我举个例 有的门诊 我的减肥门诊 有人来秤体重 就是我的体重 为什么跟上次比起来 体重增加 你这个减肥要没有效啊 但是要观测他的体脂 对 小麦你真的太聪明 所以这个时候再给他看他的体脂量 他体重虽然没减甚至增加一点点 可是他脂肪量是降低的 我就跟他说其实你是变得更健康 对所以大家不要太好像拘泥于这个绝对体重 你要去看你的体脂的分布 体脂的比例 好所以回到这里就是讲的 医学文献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 啊不止这篇论文 2020年还有一篇重述论文 就是把过去所有研究 减重速度对健康影响的相关的论文 把它收集起来后 去分析比较 说到底快速减跟慢速减 对健康的危害 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就说快速减对健康有没有危害 但是呢两个对健康影响是不是一样 一样得到同样的结果 就说这个快速减重并不会因为这样呢 啊使他呢产生一些瘦肉组织的耗损 好这里回到一个重点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甲林在减重困难当中 他有做强烈的运动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强调一点就说 快速减重组不要对身体产生不好的 负面的对不对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要增强运动量 增强运动量 对如果你不运动 的确呢你肌肉的耗损真的是会比较多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 但邱医师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我都已经快速减重了 换句话说我的热量一下子减少这么多 我怎么还有体力去大量运动呢 好呃所以甲林是真的很不容易 对不吃饱怎么有力量减 对不对 我先是在说 但是运动有不同的强度 不同的时间 其实大家要我常讲运动三个原始 把它记起来 第一个量力而为 你有多少能力做多少运动 第二个循序渐进 慢慢增加慢慢增加 第三个持之遗行 这三个原始也要把它记起来 那你刚刚讲说 哎我都已经很胖 不想就说运动功能已经受损了嘛 对不对再加上没有力气嘛 我怎么讲 我跟你讲 其实你只要站起来就可以 多站一站就可以 我跟你讲英国有个研究 你知道吗 他说呢 每天只要多站三个小时 一年下来哦 他的对健康上的好处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跑十场马拉松的效果 哎 十场马拉松多恐怖啊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身边有那种爱跑马拉松的哦 他一年跑六场都已经了不起了 你知道吗 那平常是当于观念 对 但是哦 你看哦 我每天只要多站三个小时 你听起来很简单的 其实也不容易 对不对 我有时候自己试着 三小时蛮久 蛮久哎 因为上班族的话 每天都坐着不太容易 啊但是他有一个诞书啦 就说这三个小时 不是要你持续三个小时 你可以分段进行 对不对 我要三十分钟三十分钟三十分钟 但是我我后来讲这个时候 很多人跟我说就是我做不到 我说那你哦 因为你是上班族嘛 你都坐着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学起另外一招 就是坐时脚跟请离地 可受大腿练不及 你们知道我现在脚已经离地了 看得出来吗 有没有咬牙切齿 哎呦真的耶 对我会脚离地了 脚离地 脚离地就好了嘛 对不对啊 不是两只脚一起离地 因为你这样无法平衡 你只要一只脚离地就可以 那一只脚离地的时候 你不要用力 你放轻松 只要离开地面就好 啊然后呢 大概持续一个五分钟 十分钟会面酸哦 那就放下来嘛 换另外一只脚就好了 换另外一只脚 这样子也有帮助 对好 我不能说这样子等于 占的那个效果 但是呢 他有大腿肌肉收缩的功能 对 所以这样子也有一点点的帮助 所以上班族常常跟我说 邱医师我们那个办公室是开开放室 你叫我站着办公室 大家都蹬着我看 你问你在干嘛对不对 那我就说那很简单 你就这句话 坐实脚离地可瘦大腿练腹肌 可瘦大腿练腹肌 OKOK好 那邱医师我刚刚听起来 如果从这个科学的研究来看 包含快速瘦身跟慢速瘦身组哦 慢速瘦身可以减掉比较多的这个脂肪 那快速瘦身到底减掉的是什么 是瘦肉是油还是水 快速减重呢也是减掉脂肪 那但是呢如果你不懂得 调配运动量的增强的时候 再加上你没有补足足够的蛋白质的时候 的确肌肉组织是会耗生 那但是呢随 按照这个论文的研究说 达到了稳定以后不再受胜以后 因为我们会慢慢慢慢 恢复到正常的饮食嘛 只不过是热量还是比 原来发放的时候低一点 所以慢慢的身体就会去调试 那个肌肉量会随着你日常活动所需 慢慢就会回复回复到正常状态 所以就不用太担心说肌肉的耗水 但是这里你讲到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老人家特别要注意 好像像我这 我为什么刚刚说我有做肌力训练 因为很多上了年纪65岁以上以后啊 常常会有一个肌少症的问题 对所以还有一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年纪大的人减重的过程 一定要注意防范这两件事 不要有肌肉量更少 也不要让骨质变得更疏松 所以呢在减重的过程当中 除了补足蛋白质增强肌力训练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要补充一些钙跟 像维他命D老人家是可以补充的 好邱医师就你专业角度来看哦 到底怎么样子的瘦身速度 你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也比较恰当 然后适合一般普罗大众的 好呃瘦身速度刚回到我们 呃卫生机关有建议嘛 一个礼拜大概0.5到1公斤 可是你知道我的减肥们 很多人都觉得这样太慢了 对他们都很急切的要快速减重 对那其实快速减重刚刚你讲的 如果没有搭配其他的 他真的容易反弹 对不对肌肉量减少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哦不要急啦 呃我再讲一个案例 等一下我再结论 讲一个案例就是说 哎很多100多公斤的男生女生 一开始你就叫他去做激烈运动 那个不行那会造成运动伤害 很多人跑一跑以后完了脚 脚底疼痛 足底筋膜炎 上升的重量太大了对 那曾经有那个所谓的大学生 在操场要减重啊跑操场 每天跑操场过一个月以后不能走路 因为脚底发炎了 所以你问我说减重的速度 我建议大家不要急切 想要快速减重 其实你只要体重缓降 就会达到效果 同时当中遇到一些停滞期 或者有一些些的好像不稳定 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你也不要紧张 我常开玩笑说 减重就像股票一样 对股票就长期趋势看跌 就是不好的事情对不对 但是能体重 如果长期趋势看跌 就是好事情 当然相反这样就可以了 那一般民众 因为他可能觉得说 我等不了这么久 你会推荐民众 先采取快速瘦身一段时间 然后达到明显效果之后 哎我有信心了 然后之后再缓步的来瘦身吗 嗯好 你讲的这个重点也对 就说努力很久 看不出成绩 对啊我就想说算了 我放弃好了 好那说实在这个就是我们专家 要介入的时候 对所以为什么说 我不方便在这边做广告 但基本上来讲 我们帮助的病人就是这样 对就是给你一开始有看到成绩 你有信心 但是我都会强调一点 其实体重是谁给你的 是你给自己的 对不对 你这样吃你这样子生活 造成你这个体重 那我来帮你 你要不要帮自己 当然你要帮自己啊 如果我只帮你 你不帮自己 那你不来找我 你就负放了 我常讲这句话 对不对 所以你刚讲的 怎么样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一个正确的观念 很简单 就是你要改变 你不改变体重不会变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心到哪里 体重就到哪里 如果你的心不想改变 对不起 你没希望 对大概就这样 好那邱医师 如果我今天真的想要快速受伸 我有很迫切的需求 比如说我一个月后 两个月后我就要结婚了 我就要当美人婆 就要当正母娘了 有什么好方法 除了找你之外 我推荐一个叫做间歇断食 叫隔日断食 隔日断食 这个我不是乱讲的 这个我有看了很多的医学文献 证实说对这个对健康有注意 所以我才推荐大家 什么叫隔日断食 如果你做得到 我建议你 假设我两个月以后 我要当新娘了对不对 我要美美的 我体重希望瘦一点对不对 很简单隔日断食 就是今天正常 不会有压力对不对 明天你就做断食 那什么叫断食 断食这一天 我教你怎么吃 就是你的主食就不吃 那水就不能喝寒糖饮料 就喝白开水 或者是无糖率 像这个黑咖啡 我最爱喝黑咖啡 再来呢就是吃的部分蔬菜尽量吃 蔬菜也都可以吃 蔬菜可以吃到饱 然后呢油的炒的 那么没关系 不要有压力 蔬菜可以吃到饱 因为蔬菜纤维值多 这个对健康好 再来水果可以吃 但水果一定要吃低糖分高纤维的水果 比如说像是巴勒 那巴勒 苹果 番茄 这个都可以 但不要吃凤梨 芒果 这个就少吃一点 这样子对 好那这样子的话 一天的热量 男生可以控制到大概600大卡 总热量 女生控制在500大卡 那你呢就这天稍微努力一下 你想到说我明天又给正常吃了 那你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那后天又可以清乱食 隔日清乱食 这个非常有效 这是可以一直持续做下去吗 其实是可以的 这个不但是可以让你体重 越来越降低 同时呢会让你身体一些发炎指标都改善 那个体重降低体脂减少 腰围也会缩小 对对对对 连血脂肪都会改善 隔日清乱食有个最大好处 就是让你啊 知道什么样的饮食 可以让你热量减少 对就说啊 原来这样就是 就是热量减少的饮食 然后呢把它变成你健康的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之后呢 即便你在去正常餐的时候 你都知道啊原来你看 邱医师刚刚讲的隔日清乱食的时候 就是米饭淀粉这些主食 热量的这些食材就少吃一点 那结果你正常餐在吃的时候 你就说啊 那我要维持住我瘦下来的效果 或者持续有减重的效果的时候 我主食呢就只吃个两三口就好 那我蔬菜可以吃到饱 对不对 然后呢优质蛋白不可少 这个就是一个口诀 我再讲一次哈 这个米饭只吃一两口 优质蛋白不可少 然后呢蔬菜可以吃到饱 对你把握这句口诀 就保证你一定会少 这样试试看哦 真的有效 功能很赞呢 因为你不只可以当手机挂神 然后你有什么小东西 想要把它带在身上 然后随身搭配都很好 像是如果挂一个这个小包包 你的这个钱啊 还有小卡片 都可以一定把它放在里头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很好搭配 因为如果像均绿色的话 像最近很流行露营啦 登山啦 户外运动啦 我觉得这个颜色就很适合 喜欢这些活动的族群朋友 那另外一个颜色更不用说了 就是万用百搭 KEEP FIGHTING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神 我超喜欢 快点够推荐给您 输入推荐码CTI-321 想更多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